5月15日,素有亚洲达卡尔之称的2016环塔拉利赛在新疆塔城正式拉开帷幕 本届赛是首次连续穿越准格尔与塔里木两大盆地 横跨阿勒泰山、天山、昆仑山三大山脉 是环塔历史上强度与关注度最高的一场亚洲顶级越野赛事 此意,越野世家北京汽车携三冠阵容重磅参赛 冠军级车队、冠军级车手、冠军级战车 发车仪式上,随着北汽集团副总定理蔡淑平摇骑 知名车手陆雪斌驾驶北京40战车正式发车 继标志的北京汽车正式启动2016赛事营销战略 又标志着这个作用51载辉煌的越野世家 又以荣耀时刻的到来 作为亚洲最顶级的越野赛事 环塔历来是老炮们一年一次的越野超贴盛宴 除壮美的自然风光外 历来以艰难恶劣著称的环塔赛事 自然是验证车辆越野性能最好的试验场 本次征战环塔的战车 正式在阿拉萨T3沙漠挑战赛两战两截的北京40 一个传承军工血统高度抗照的越野老炮 加上冠军级车手陆雪斌陈伟健 与预留的后勤宝藏团队 在2016环塔T1组后续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只是时间问题 此次从阿拉萨T3沙漠挑战赛 称继为环塔拉力赛 代表着越野世家北京汽车一个品牌新荣耀时刻的诞生 是北京汽车用实力捍卫越野世家威名 迈向国际顶级职业越野赛事的新增衡 扑鲁汽车新疆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